以目前的狀況 顯然柯市長前途堪憂 真的玩完了 一句拍謝兩岸一家親 柯文哲的民調也跟著 慘兮兮被丁守中翻盤 反超六個百分點 但卻沒讓柯文哲打消 連任念頭 反倒積極投誠 民進黨尋求禮讓 柯文哲在柯文哲面子掛了嗎 想要請道歉 不會啦 我想要他臉皮很泡 不會啦 面對丁守中強勢押進 民進黨內可能被卡的 化酸科P PH值不能再低 深蹲許久的姚文哲 則是選擇靜觀其變 準備抗好戲 這馬上答案就 就後天的事情嘛 我已經忍了半年不校正了 我需要在最後兩天 回答你的話校正嘛 少了民意光環照頂 柯文哲不再有三強鼎力 也能勝出的自信 走低的民調連就算禮讓 能否再連任也成大問題 而領先的呢 就怕支持群眾太有自信 謙虛再謙虛 今天民進黨中央執政 掌握所有的行政資源 那麼柯P掌握台北市的行政資源 在這一方面 我們是戒身恐懼 深蹲二四年的 步步為營丁守中倒吃甘蔗 反觀靠著狂言狂語 這把雙面刃竄起的柯P 如今自食苦果 接著網上張宇軒他報導 更熟悟 好